歡迎回到第二節的《股金鐘愛》 先由今早早上的新聞講起 美國勞工部今早公佈 上個星期,美國初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下跌21,000人至454,000人次 位置五月頭以來的最低水平 而跌幅亦比預期為高 此一向被市場視為較好能度標準的四星期移動平均申請 亦跌了1250人次至46,000人 由於數據開始前公佈 早上的未來指數亦因為這份報告而被帶動走高 雖然勞工部就說今次報告未被其他任何因素所影響 大市場反而認為今次的跌幅部分是因為通用汽車 正限制著今年夏天車廠的關閉數量 才造成少了一人申領救濟金 但就算是這樣的因素依然在四十多萬人次的水平 都不算是一個很好的水平 對,好像你和我,我們有一個Cut Off Line 如果一天的數據沒有低於四十五萬是沒有好過的 如果沒有我們看一個星期的數據四十五萬四 如果看平均四個星期四十六萬六 一點都離那個好的還差相當一段距離 如果你看一路領救濟金的人 還有四百四十一萬人一路領救濟金 我覺得這個數字現在稍為跌了一點點 因為很多人已經不高興了 我都放棄了不肯再找工作了 所以我對美國的勞工方面 到現時為止 我未完全毫無見到跡象有復甦的現象 其實Nelson所說的一點 說人們放棄找工作 亦都可以在現在最新美國就業的失業會 可以看到 跌到9.5% 但其實都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只是更多人放棄了 沒錯 另外再表現相當出色的金融類股 今天有些走弱的出現 原因是因為著名的銀行分析師 Meredith Whitney 出來說 將高盛的盈利預期降低 她認為市場現在是過為波動 再加上美國的銀行稅所影響 她將高盛第二季的盈利預期 由早前的4.75%降到1.7% 大大低於市場預期 亦都拖累了高盛的股價 今天有些少輕微下跌 我就覺得她這樣跌得這麼嚴重 我就覺得太離譜了 我自己個人就是這樣 如果由4.7%跌到4.2% 我就比較接受得到 當然我不會跟她鼓這些 如果萬一高盛真的跌到6.7% 大把空間可以跌的 記住一樣 今天的高盛的股票開大部分時間跌 收市那時只是跌三無七指 OK 不是很緊要 即是變成她不太在乎這個新聞 另外 Meredith Whitney 亦都稍為覺得 摩根斯丹要做得一般的 但相反摩根斯丹 今天就沒有跌過 相反仍起2.5% 一股收市 收市24個二人錢 作為關注國債市場方面 美國財政部 今天進行了10年 Trips國債拍賣 總值達到120億美元 今次拍賣成果都尚算不錯 B to Coffee Ratio 2.88倍 比起平均水平輕微高出 不過第一節的時候 都跟Nelson提到 現在The Risking的情況 好像開始減弱 以至到今天10年和30年期的 你趨勢 我想說一點 我一會兒再帶回到市場 因為我現在這樣說 其實市場 因為最近這10幾天 跌得相當嚴重 如果由4月26日來 到NASA跌了18% 到瓶室接近差不多15% 這個很嚴重 剛剛過了第二季 現在我們看到 入到第三季開始 你知道每一年到 每一季 每入到一個新的季度 當然有些新錢入市 如果大家記得 如果沒記得 最近這兩季 12月時市場都很昂貴 然後入到今年1月 市場有些新錢入市 市一路踩踩到1月19日 才peak out 然後1月19日跌到2月6日 然後由2月6日 一路就帶回到3月底 一路不是3月底完 入到4月 然後市場繼續上 上到4月26日才peak out 然後由4月26日 跌到大概上星期四為止 對不對 現在入到第三季 我覺得每日入到第三季 亦都有些新錢入市 這個新錢入市 可能留在市場 留到2至3個星期 可能到19至20日左右 那些新錢入市 那些入市 那些入市 他買甚麼呢 如果你不是買高科技股 賣資源股 賣其他東西 有些錢可能是買債券 也將債券 稍為提高一點點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說為何那些事好一點 不是那些人信心好一點 其實因為有些新錢入市 這些全部技術性 記住一件很重要的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市仍然 如果看圖表來說 仍然在調整中 它每次調整 不會說下一條線直落 有反彈 下一點又再反彈 你看到它每次反彈 一定不會高過上一次的高位 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不是牛市 如果是牛市 這次反彈 會剔高上一次的高位 4月26日那時 大概盜瓊斯1萬1千2 我到現在完全毫無跡象 我看到這些面 不要說牛市 你剛才都說了 道指和立指都差不多 跌了兩成這麽多 這又是紅市的一個定義 不過像錢達成所講 看回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情況 如果有新錢流入的話 可能真的要等到7月尾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才好進行入市的舉動 現在所有的聲勢 短暫來講 可能都因為新錢流入 是的 加多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要看著 除了看債券 看股票 另外我看一下 例如歐羅 歐羅最近由1.19 但到今天1.269 1.27 歐羅已經開始走入阻力位 如果有些人 譬如炒貨幣的朋友 想賣歐羅 這個不失為一個好 拋空的時間 來講歐羅 今早上 英國和歐洲央行 都分別宣布維持他們 該國的利息不變 這個決定 其實一如市場所料 亦都未有令到市場感到任何驚喜 實際上 市場現在根本關注 未來的歐洲銀行壓力測試 更多過今次的利率決定 雖然今次歐洲央行行長 特里謝 未有對壓力測試 作出任何評論 他都表示 在公佈結果之後 銀行可能需要再次集資 而歐羅今天在特里謝的發表過後 也都再次反彈 特里謝今次甚麼都不肯說 他說經濟的原則沒有改變 No news on interest rate 即是對利息的 沒有新消息 然後Stress Act甚麼都不肯說 只能這樣說 沒錯 他即是說 Stress Act的報告出來 在那91家銀行出了之後 他相信有些銀行需要集資 不如大家等那個報告出來 才決定歐洲銀行怎樣處理 都是那句 都是一個等次 還要等到7月尾的時候 才會公佈歐洲銀行的所有壓力測試結果 不過這個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等多兩分鐘 還有其他財經新聞和你分析 待會回來再見 謝謝